而部分的示威者不願散去 那麼跟警方發生衝突 到凌晨衝突還更加激烈 黃大仙地鐵站附近 更有遠景衝入站內來拘捕示威者 導致當地居民不滿 穿著拖鞋就上街跟警方發生激烈對峙 警察朝民眾狂噴胡椒噴霧 警民衝突一觸即發 專門爆發激烈衝突 不知警察釋放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試圖驅離 民眾也丟誤還擊 4號凌晨在香港地鐵黃大仙站 因為有遠景衝入站內拘捕示威者 導致當地數百位居民不滿 沒有裝備下就直接上街抗爭 大批的街坊美錘 並且撞去指罵警員 香港第九州示威抗議 3號下午就在旺角九龍等地開始聚集 一路延續到晚間情勢更加緊張 不僅尖殺嘴警署正門口爆出大火 還有許多人用雷射光照警署抗議 香港每週末都上演激烈抗爭 但分裂毫無解決跡象 4號中午和下午分別還會舉行揚場集會 其中一場的地點更是在中聯辦不遠處 讓人擔心衝突恐怕又將上演 記者 雙產菸綜合報導 我一直在作詞 我們 spy